公元1852年,太平天国起义爆发,广西都督向荣在湖北募兵,家庭条件并不好的豹超为持军粮入伍,成了一个底层小兵。 但很快,豹超作战的勇猛就为他证得了第一份管职,他被调任曾国芳水师少长。 公元1855年,武昌失陷,豹超前往救援,并救出了乡军重鸟首领胡灵义,因此被提拔为游击,次号壮涌八头鹿。 公元1856年,胡灵义举荐豹超为水军总兵,并允许他独立成军,他于是招募了一支队伍,取名廷军。 同年11月底,廷军和太平军主力恶战,豹超被子弹爆头,又吸收了贯穿伤,左手也被木头砸伤,但他昏迷两日后苏醒, 待伤仰好又再次上了战场。 包巢一生立功无数,共参加过五百多场战役,受重伤一百零八处,但他的廷军虽作战勇猛,但也军气涣散。 据说他每攻下一城,就会纵容廷军搜刮城中金银物资,还会抢劫美女少妇,但有反抗的统统格杀无论。 同市将军的官员郭松涛就曾说他,所顾残灭如项羽。 廷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,为清朝立下了汉马功劳, 但他太过强大也遭到了朝廷的忌惮,最终他在李鸿章的打压下被裁撤,报钞也辞光回到家乡。 公元1887年,他因听闻中法战争中新政府与法国议和而大怒,最终忧愤病逝。 要说,这三国中的吕布,从未杀过一元大将,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,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无人能够,什么记录你知道吗?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回复吕布即可观看。